我們要特別透過視訊連線 跟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 矢板明夫先生連線 矢板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矢板先生你上個禮拜 跟我們連線的時候 確診隔離中現在解封了嗎 現在在自主健康管理 好 那所以在家裡跟我連線 那今天事實上傳出來 習近平本人親自主持了政治局的會議 而且再度強調堅持動態清零 一定要打贏上海的保衛戰 你怎麼觀察這個發展 我覺得最近中國共產黨內的權力鬥爭 已經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 那麼前不久傳出來消息是 習近平可能不能連任 要交班給李克強 當然這個消息應該並不是正確的消息 但是說每到快到黨大會之前 就有很多各種各樣的消息 被放鬆放出來來試探國際社會 以及中國國內的各種反應 那麼每次消息呢 其實它雖然不能確認是 大部分是假消息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方向性 那麼現在呢對習近平來說呢 他真正屬於內憂外患 內憂呢就屬於他的清零政策 他的清零政策被挑戰 那麼現在呢他要拼命保衛清零政策 因為政策在人就在 如果他的政策被推翻的話 那麼他整個他的自己的威信 將受到非常非常大的打擊 那麼外患呢就是說中國對這個 在俄烏戰爭之中 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程度 這一點呢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最近的很多媒體 也開始稍微再講一下烏克蘭的 站在伊布克蘭角度分析問題 偶爾呢還說了一下俄羅斯是入侵等等用詞 就發現中國的官媒的用詞 也發生了一個變化 那麼也就是說中國支持俄羅斯 這個外患這個外交上的大政策 也受到了挑戰 那麼我是想就是說 習近平這些年以來 應該是第一次在內政和外交 兩大政策同時受到了黨內的挑戰 所以我認為他現在 你只能是硬著頭皮一條道走到黑了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清零不清零和支持俄羅斯 已經變成了就是說習近平路線 他必須要捍衛的東西了 好所以他的堅持清零的政策 可能就是在堅持他的習核心的路線 他自己被自己卡住了 那你怎麼觀察 他固然自己被自己卡住了 首先他要付出很大的經濟的代價 然後緊接著美國這兩天傳出來 這個SEC直接下架80多家中國企業 然後點名海康威視 也可能遭受到類似華為的全面封殺的待遇 那本來布林肯 事實上應該是在昨天晚上 進行一個對中國政策的演說 可是演說之前傳出來 他檢測陽性確診了 那你怎麼觀察 美國對中國的圍堵跟封殺 事實上是一波又一波 對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看到一個 比如特別是海康衛視 這個呢等於說 他其實是怎麼浙江省的企業 某種意義上也屬於習近平的 他的自己的地盤 他的根基的一個主要一個企業 另外一個呢 還有一個叫同框衛視 雖然表面上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這個和就是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 也是跟這個有各種各樣的關係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美國本來是川普 在全面封殺中國的這種各種企業 但是到了拜登之後呢 大家覺得拜登好像在經濟上 和中國的對立有所緩和 但是說現在看到已經看到 這是只是一時的現象 那麼現在通過這個烏克蘭戰爭之後 那麼美國對中國的態度 又重新發生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麼特別是對中國企業的制裁 企業的制裁 這些方面我覺得是某種意義上 拜登又開始繼續 這個延續川普的路線 我覺得這個對中國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好 那這個封殺跟制裁 對於中國內部造成了龐大的壓力 本來如果中國這一次 軍援普丁或者俄羅斯的話 在美國內部也直接擺明了立場 準備進行的是二級制裁 所以今天事實上 衛報傳出來一個主要的新聞 講到的是中國內部再度模擬 如果遭受到全面的經濟跟金融的制裁的話 那整個金融體系要做的壓力測試跟規劃 你怎麼觀察一方面美國的制裁範圍越來越大 力道越來越大 另外一方面中國也在備戰 也在模擬萬一遭受到多元的 而且深入的金融跟經濟的制裁的話 他可能呢準備封鎖 或者鎖國 然後走一條自己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我覺得現在呢 其實雙方不管是中國 還是美國以及美國周邊的國家 都已經在開始想像就是後烏克蘭戰爭時代了 就是說現在已經為了 就是說烏克蘭戰爭其實結果已經出來了 就是普丁已經輸掉了 現在是只是輸多少的問題 只是怎樣收場的問題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現在各國一個是美國已經開始佈局 就是說將來俄羅斯戰敗之後 怎麼對付中國 我們看到比較明顯的是 比如看日本的這個岸田文雄首相 日本本來是外交是一個比較被動的國家 這麼多年以來日本所專演的角色 就是怎麼提個包在美國後面 幫美國付錢的一個角色 但是現在非常主動的岸田三月份去了印度 然後前不久去了越南 這些國家其實都是他下一步打算在圍堵 中國的時候的提前佈局 那麼我們看到就是說美國日本 他們已經開始考慮到這個問題 特別是岸田文雄今天在這個昨天吧 昨天在倫敦講的其實就很明顯 就是已經不在談俄國斯問題 主要是在談中國問題了嘛 而且都談台海 而且岸田文雄是完全不容許武力侵犯台海 對這句話按你說按照過去日本的國際 日本不會說的 你到一個第三國家 你沒事得罪通過幹什麼 這是過去日本外交很少見的 那麼很明顯就是說俄烏之後怎麼辦 那麼對於這種感官 中國當然已經了解到了 那麼中國習近平他現在在考慮到 就是現在俄羅斯被制裁的非常慘 那麼他們看到教訓以後 他們現在開始模擬 如果說中國也被制裁的情況之下 中國該怎麼辦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雙方都在考慮 下一步圍堵中國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今天非常謝謝產經新聞台北自治局長 石板民副先生跟我們連線 我們稍後回來